它是一個VIP的檔案,所以你可以修改 藉由修改副檔名之後開起來之後 那比如說我今天它是一個.class 那.class當然是.java compiler之後的一個類別 那這個類別如果要執行的話基本上要透過一個 藉由這個JVM 一個虛擬的電腦它才能夠被軟體的一個平台才能夠run的起來 所以我們在執行這個JVM檔之後就可以把這個class給run起來 那另外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之前也提供給各位一些學方 因為各位在學習的時候需要很多的資源 比如說你看到某一個.class 那class裡面的這個sauce 你覺得想拿來參考的話 比如說我們compiler之後 那要把它反回來的話 基本上我剛剛裝了一個小的程式 這個小的程式的話其實非常好用 我也常常用 比如說我想要快速知道人家怎麼寫的話 其實就把它點兩下 打開來之後的話 其實sauce就全部都回來了 它是點class 可是我點兩下有沒有 你會發現 第一個它import哪一個class 它的類別的名稱叫什麼 有沒有 它的裡面的 這個是它的 算是建構紙 不過建構紙裡面沒有 建構紙主要是傳遞參數的時候要接收的 然後它的man 有沒有它的正列 然後它的land 有沒有它的方法 一模一樣 只差別說如果說後面是有小數點的話 它會加一個d而已 其它這個booling的值啦 另外可能會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說 在Stream 自串的處理上面 如果返回來通常會用Stream booling 不過Stream Streambuilder Streambuilder跟Stream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別 基本上它一樣只是說 它會用append 我們用Stream的話 串接的方式呢 是用什麼 是用加嘛 對不對 那Streambuilder呢 串接方式是用append append就是接在後面的意思啦 反正就接接接串接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那Streambuilder跟Stream 這個串接的方式 當然Streambuilder的效率會比較高一些些 效率方面比較高一些 那另外就是中文字的話 因為是unicode 所以呢 會斜線u 後面加一個unicode的 它的那個編號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run起來之後 也可以看到裡面 到底裡面的字是什麼 只是說 反回來之後的話 就是這個中文字 你必須還要再重新再run之後才知道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呢 把它反回來 要可以快速看到裡面的結果 其實也非常簡單 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城市 把這邊我的習慣這樣 把這個 從那個man裡面下面這地方 假設我這樣 把它從 然後呢 就像這樣說一樣一樣的